赵单寿 第一天 用信息轰炸我 第二天 安排逛街 不就是想让咱们放松警惕吗 那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我能不能现在不想这些啊 我不想想 你必须想 这事都跟你有关系 你不仅要想 还要仔仔细细地想 不能放过任何纰漏 你必须想 这边人怎么那么烦呢 要我说 直接出来干一件 什么都结了 干一下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我不在能 在 就算赵关书准备了一整个城的阴谋来对付 我给他连锅钻了 他能打我怎么样 说到底弱肉强势 谁强谁说了算 是啊 你强 没问题 是有机会称王森霸 那你得了天下 也得治天下呀 就你现在 得了天下三五年之后 都得让你败光了 那我要你干吗 我称了王 你帮我治理不就行了 我不甘心 你说的啊 这是你的损失 你可别后悔 那你说说 我到底是损失啥了 你说我到时候称王称霸 我当了王 你老了之后可以写个回忆录 就叫王的男人 多霸气 你突然就只能写一个 平凡男人的一生 你卖得不好卖 谁看啊 你卖得不好卖 其实当一个平凡人挺好啊 话是这么说啊 那你不就找了个 不平凡的女人吗 你这辈子就注定不做平凡的 你这辈子就注定不做平凡的 行 昨天小柳说要找谁碾压我这个 不平凡的人 他说 他说要找个平凡强的 我说高深怎么办 他就给我装病 说他头疼 就跑回屋里去了 你说这俩傻孩子 谁看不出来他俩互相喜欢 搞不懂 没看出来啊 还挺喜欢牵线打枪啊 人有钱就要带着朋友一起发财 我他俩高兴啊 我带着朋友一起高兴高兴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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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高兴那样挺难得的呀 他这个人吧 虽然死心眼啊 但仁老实啊 爱上妻子这个角色 先于爱上某个心意的女子 没听明白 在高兴心里 妻子这个角色呢 代表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相濡以沫 公甘共苦 所以不管是谁做他的妻子 他都能始终如一地给感光 所以柳七才把小柳托付给高兴啊 高兴呢 把整颗心都拴在小柳身上了 小柳 嗯 小柳是因为年纪小 还在做梦的时候 他心中的义中人是那种 架着七彩祥云 救他于危难中的盖世英雄 他才受不了父母包办婚姻呢 总之 我说个人缘法 个人造法 小柳心里这疙瘩呀 不是你我两三句就能解的 怎么会解不了 就算解不了推波出来 你想不就行 怎么推波出来 你呀 我 你看高深那么大一高个儿 在小柳面前还矮一劫 跟进跟出 冷嘲热讽 可是像我们这种 善良的人 这情感之路怎么这么坎坷 你干嘛 我当初追你的时候 我吃了多少苦 说他俩别说咱俩 你去不去 行好咱们办法 行好办法 老实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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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